大声邀喝扫货伴手礼 中国团客来台旅游 这幅景象好久不见了 只有两岸观光禁令 未借商机就无法春暖花开 望远日川就是盼不到 中国游客入境台湾 就算全球新冠疫情走入尾声 台湾依旧暂停禁止组团附中 中国也只开放自由行旅客前往 这几次的一个事件来看起来 都是大陆方先提出 台湾端大概会再拖一段时间之后 才会宣布 我们欢迎台湾同胞来大陆旅游观光 是谁在利用疫情 全面封闭了两岸的交流 今天又把这说辞拿出来 企图作为一种设置一种政治前提 两岸关系紧张敏感 观光旅游什么时候能回复 谁也都不敢打包票 不过现在就有消息传出 中国有民众就钻漏洞来申请医疗签证的方式 来到台湾进行假医疗真观光 就是这张价目表曝光 房间有牙医诊所 疑似跟旅行社私下合作 透过医疗签证让中国人来台 只要向就医的医疗机构提出医疗计划疗程表 还有牙齿X光片跟口腔内部照片 花两到三周就能直飞台湾 14天要价8400元人民币 相当于37160元 若想停留60天或是90天 也只需要到门诊报道4到6次左右 这不是一个新闻 他在疫情前 甚至是更多年 十几年前就已经有 禁止路过来台旅游的 那个时候的成绩 也会比较严重 虽然漏洞骗签证案例曾出不成 隐民署强调绝对没有滥发入台证 接下来遇到有疑虑的案件 将会协同卫福部共同审查 欢迎新闻张怀轩张亚珠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Cum中的心理 请订阅 您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 您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 您开启小铃铛 为您开启小铃铛